好香喔 所以主要是先爆洋蔥還是先弄蛋 先下蛋 因為洋蔥比較快熟嘛 而且洋蔥半生不熟吃起來其實還蠻甜的 我聽到很痛苦的聲音啊 其實終於都沒有看見主廚的表情 他表情好嚴重喔 他很開心他站在你旁邊 以任何一個錯誤的動作就毀了他 經營十幾年的 不然是我炒的不是金娜廚 也是啦 其實還不錯啦 其實主廚有講你的手腕非常的流暢 好 蛋 就開始加洋蔥 加洋蔥 主廚問一下 像一般我們在炒飯的時候 我們在過這個蛋的時候 應該是大火還是小火 你的建議 中火 中火就好了 是 先把所有的材料爆香 哦 爆香 然後再爆香完之後 再轉大火還是小火炒 再加飯下去加大火炒 大火炒 所以現在應該是中火 然後爆香 感覺很好吃 對啊 感覺真的很好吃 等一下喔 那個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等一下第一口的福利我們就先給你們了 好 然後 加了 加了蔥 蔥 除了是爆香也是讓你們的色彩比較好看一點對不對 沒錯嘛 好 三色豆 好 三色豆 當然除了健康之外 也是要讓整個炒飯的色彩看起來比較鮮艷 然後更為可口 有胡蘿蔔 有胡蘿蔔 然後有玉米 還有 那個 那個 主廚那個綠色的豆 正確的名字要怎麼說 青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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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軟豆 那我們喜歡稱為青豆 好 肉絲 因為之前已經 已經過熱過了 所以直接做最後的 的處理 對啊 我已經聞到真正香味 肚子都不知不覺的餓起來 對 好 我們今天跟Fan的聽眾朋友們 等一下 第一口 請你們 請問你會吃嗎 我在家都不加味精 不行 我也吃 想問你吃 好 周圓有提到 他聽說他在家料理的時候 是不加味精的 那整個料理的部分 剛才也提到了 平常他在家裡料理的時候 他的油餘油量比較少 所以他整個的 炒飯的整個過程呢 他是以健康為主 我會被收 不行 我發現 金大廚比我更有壓力 好香喔 是更到味道 很強 可以加一點點 提味用的 可以提味用的 對 提味用的 那那個 有什麼醬 你看那個油 那時候我講那個需要放嗎 番茄醬 那是番茄醬 是番茄醬 是番茄醬 所以最後可以用嗎 就可以用 就讓整個的炒飯的口感 會更順 好 我們 重頭戲 來 中文會緊張嗎 在這麼多人的面前 來做那個廚藝的料餅 對啊 大家怎樣 每個人都要吃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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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可能要放在這邊一直煮齁 今天人還蠻多的 來 謝謝主廚 好 中文在做最後的 把剛剛弄好的料 跟飯做一個 最後的攪拌 跟炒的動作 其實啊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第一步 還是要讓主廚來吃一下 因為它才能夠吃得出來 好不好吃 我們用專業的味蕾 來 你看一下 中文這一次 真的很有經驗喔 炒飯要炒到 莉莉分離 這樣口感才會非常的好 哈哈哈哈 可以啦 主廚現在目前狀況怎麼樣 還不錯對不對 可以 那主廚請問一下 李楊仲你現在炒飯的技術啊 可以在你們的 福豪雲產餐廳工作了嗎 可以 確定可以嗎 然後 中文人家是 非常高級的餐廳 你的手藝已經獲得 主廚的肯定了 你們想做什麼炒飯吃自己拿手料理嗎 還有沒有什麼菜是想學的 還有沒有什麼菜是想學的